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定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位领袖,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张爱琴在一首《长相思》中写道,贵一声,赞一声,力挽狂澜天地听。 赤子心,如子心,智党智国,力智君,人民十亿亲。 赛福顶爱哲斯在刚毅的山鹰中写道,东方地落,又一只刚毅的雄鹰垂下了翅膀。 在极飞的英雄中,他那奋帆冲天的雄姿永远激励我们,他将与山河同屯。 美联社记者写了评论说,叶是共产党革命的一位大战略家。 路透社在一篇评论中,称叶是中国革命的一位巨人,这个国家现代历史的一位昂然屹立的人。 1986年10月31日,叶剑英的林谷由北京移送广州。 他又回到了当年他和张泰雷等同志领导下举行广州起义而英勇牺牲了的战友们身边。